天生我才必有用 回来了 今天是不是发成绩单啊 我完蛋了啦 这成绩会不会太夸张了 还有老师评语 优点热情活泼 乐于助人 缺点 上课爱说话 影响学习成绩 跟你说过几次了 上课要专心 不要这么爱讲话 你看你成绩这么差 将来怎么办呢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老师的朋友王叔叔 他呢是一名非常特别的讲师 经常受邀到各大企业 跟校园演讲 大家掌声欢迎 刚刚老师说 我是非常特别的讲师 大家知道我哪里特别吗 不知道耶 我还是自己解答好了 其实我是一名口疾患者 曾经连自己的名字 都讲不清楚呢 老师说有口疾 可是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啊 小时候因为口疾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也没有人愿意跟我玩 跟我讲话 最惨的是啊 他们还喜欢模仿我讲话 当面取笑我 王叔叔 如果你有口疾 为什么还想当讲师呢 因为我小时候 常看电视上的名人侃侃而谈 于是希望我自己长大后 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家人都觉得我在做梦 要我去工厂学一技之长 但是我不想因为天生的缺陷 阻碍了我的梦想 王叔叔 我想请问一下 可是 如果叔叔不能正常讲话 那你要怎么演讲呢 既然是先天不良 就靠后天努力了 为了克服口疾的问题 我每天很努力地练习发音 还参加了正音班 一开始 我只敢对着路边的小狗 小猫讲话 等到了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才敢鼓起勇气 不断找人讲话聊天 慢慢地建立几次信心 就开始觉得自己跟大家并没有不一样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 口疾本来是我的缺陷没错 但是我没有因此被打倒 反而比别人更努力 更认真 最后 我可以大声说 当缺点 变成了进步的原动力 就成了优点 谢谢大家今天听我说话 将来有机会 还希望能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生活经历 谢谢你 今天特地来一趟 天生我才必有用 把缺点变优点 老实说我的缺点是太讲话 要怎么样变成优点呢 希望听完王叔叔刚刚的分享 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对了 差点忘记 这学期啊 学校要举办校内演讲比赛 每班要推派一位同学参加 有人要自愿参加吗 老师 我这么爱讲话 最适合参加演讲比赛了 小乖 演讲比赛不是单纯讲话就好了 还要注意 起程 转合 研织有误哦 哦 起程转合 研织有误 我知道了 我会去图书馆找资料 也会问老师 好 如果你是真心想参加比赛的话 老师啊 一定会帮你 但是呢 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以后上课都要专心 不能讲话 好 我答应 哦 哦 那我们就决定 推选小乖 代表本班参加演讲比赛了 大家下课 下课了 走吧 哎 小乖 你想把爱说话 变成一种优点是吗 真是笑死我了啦 对啊 而且不是爱讲话 就能赢得演讲比赛 根本是两回事吧 放心 没关系 我会证明给大家看 今天我要教大家的主题是 天气 我跟你说 不行 老师说上课讲话 就不能参加演讲比赛了 我掉忍耐 要多准备一点资料才行哦 哦 我知道了 看来小乖真的说到做到了呢 小乖 小乖 老师 各位评审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小乖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小乖啊 你刚才 各位同学大家好 演讲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欢迎一号参赛者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你觉得呢 蛮不错的 各位同学 现在公布本学期演讲比赛前三名的得奖同学 第三名 小乖 哇 哇 老师我做到了 太好了 你要继续充实自己 成为一个更有内涵的人 讲出来的话自然就不一样 更加言之有物了 我知道了 老师 我会继续努力的 老师 下次比赛 我还可以参加吗 下次我想拿第一名 当然可以啊 老师也很期待哦 哈哈哈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缺点也有优点 试着把缺点变成优点 学习欣赏自己 肯定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感谢观看